先讓大家看看妝容 是不是覺得很夠顏色 不會覺得很沉悶呢 我自己都覺得這個效果很驚喜 因為今次用的不是普通化妝品 事溫早前因為日日化妝化足全日 弄得爛臉 沒辦法,那麼好眼睡 就隨便下妝什麼都不塗 就跑上床睡了才算 結果怎樣? 爆瘡啊! 整塊臉都是粒粒 我整個星期沒撥起額 好像現在這樣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眼部化妝 特別容易令到色素沉澱 眼周圍的皮膚就最傷了 所以今次全個妝 都是擁有PITTERRA的SKII彩妝系列補一補 首先由底妝開始 大家都可以看到遮瑕都不錯 這麼大的暗瘡印都遮到 而且還蠻Smooth化的 試身粉底就不會像沾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它什麼質地 不夠才知道 一聽到SKII出化妝品 就覺得也是要試試的 也是一件盛事 不過說到有護膚的功能 我就預料一定是很少顏色 顏色也很悶 有鴨河色 但我看到無論是眼影 胭脂還是唇膏都有很多顏色選擇 眼影方面 先塗那個盒裡有PITTERRA的CREAM 好像現在這樣 一邊是一個CREAM 一邊是顏色 塗這個CREAM 我們就當它是BASE 這次我用了一個有金色有啡色的眼影 我們就把金色那邊塗上去 注意這個時候我還是只有濕粉 還有眼影BASE 整個眼窪都上了這個金色 由於PITTERRA的CREAM 是少少白色肉色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底色 然後用海綿棒 就把PITTERRA的CREAM 塗在下眼線的位置 因為下眼線的位置 經常都比較難上色 之後再上這個金色眼影就會比較貼 然後腌脂方面 一邊是PITTERRA的CREAM 其實它有少少珠光 你可以避重就輕 如果有些地方很容易泛油光 可能你就要塗少一點 塗了這個有少少珠光色的PITTERRA的CREAM 之後 我這次就用了一個橙橙的腌脂 其實塗完這個CREAM之後 那個腌脂會很上色 我們就先塗上去 都是跟我以前教過大家一樣 其實如果胭脂的顏色太厲害 不要緊 因為待會我們會上碎粉 就會遮住胭脂 所以你現在看到會很紅 好 接著 先塗全臉上碎粉 因為我們想做PITTERRA的成份 可以在粉底 和CREAM上 讓皮膚吸收到 如果上了碎粉 就應該吸收不到 好 那就繼續上眼妝的部分 就用剛才的金色啡色眼影 裡面的啡色 這個啡色也挺深的 你看它跟我的眉毛 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就輕輕 在近眼線的位置 先塗開它 接著 用一支眼線掃 點一點PITTERRA的CREAM 然後再點啡色眼影 就可以把它變成啡色眼線膏了 其實也是我慣常畫眼線的方法 內外眼線 和眼尾延長的 眼尾那邊 其實自然一點就可以了 記得連在下眼線上 夾眼睫毛 好 接著塗這個MASCARA 今次我選了啡色的MASCARA 因為我想眼睫毛的感覺比較輕 因為我們會在眼尾那裡 有一個重點的Liquid Liner的Cat Eye效果 如果眼睫毛太厲害 看上去就好像不太有重點感 而且眼睫毛太噁 我就選了啡色的MASCARA 效果會柔和一點 這個唇膏是我近期超愛的 這個唇膏是打敗各大品牌 成為我近期的最愛 它裡面就有一個 Clear Radiant Complex L 就可以重點修復唇紋 其實真的不用我講的 你就這樣看畫面 你會看到塗了這個唇膏 之後 看到唇紋淡了很多嗎 很多朋友都會怕 用一些有收穫成份的化妝品化的妝 就很沉悶 很阿婆 最後就有這個 也是有很豐富的營養 黑色Liquid Liner 畫在眼尾上 畫一個厲害的Cat Eye effect 其實我們是畫了一條現場的線 然後我們才連接 如果你想近距離看看這個妝 究竟是真身漂亮不漂亮的話 你可以發電郵到這個Email address 我們在12月初的時候 就可以在Sogo的SK2見面了